大家好,我是小刀 大家知道现在刨山什么玩意最挣钱吗? 现在这玩意都快没有了 一天都能挣二三百 你说说它得多值钱吗? 我带大家去看看是啥玩意儿啊 你看看这山一刀 这是个大的 这样可压剩嘛 叶子没有了 叶子没有了,看不出来了 我还真没见过干的 哎,你得看看这边的这个 这干的,哎,这冻点都不一样 哎,像那个 湿嘴 不是对湿嘴 像干的鱼片的那个东西 一样 到时候咱家也得搭个这样的沙船 对,我也一直搭 你看这个都是特亮的 特亮的 对啊,搭了横的寿仙 一千多吧 看这个是最大的山鱼童 咱家的那个地里的那个山鱼童 能养这么大吗? 那这不是那么这样的特色 这就小 这就没有这个大 所以人分开晒吗? 对,都分 一二三等 现在他们一般在山上一天能采多少啊? 现在山鱼童的花都开败了 看不着了,看不出来了 现在草都已经长起来了 叶也发黄了 对,不像春秋的时候 树叶都落了 它这个绿能看清 这个就看不清了 嗯 这个现在新鲜的都八十多块钱一斤 现在最好的价值 现在这个是 那咱家那两块地刨了卖它 三五百 三五百 三五百不止 再干了咱能买上去 这个是人家洗干净 然后在这个沙床上晒的 这个沙床是比较通风 比较好 啊 近前眼开 人家都是 小刀 人家这都花钱往家买 你这还有什么啊? 卖 不是,我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看 现在山鱼童树不好找了 你看看 这在山鱼童树 连个叶有的都看不出来 你说这好看吗? 对,不好看了 不好看了都 挖一颗 行吗? 挖一颗 我这么拔能拔出来吗? 你还是高手抠一下吧 这个它一般就是在表层 对 哎,你看咱这豆都也挺大 嗯 是不是 对,你看那边都发芽了 四个豆豆了 哪边双芽了 你看那边 你看这边都发芽了 然后它到时候在这边它还串 这个串真的 对对 我听他们说也打籽 但是我们家这个 那个你摸的就是打籽的 这个就是打籽的 哦,这个就是打籽的 哦,我还说 我说咱家怎么都不打籽的 嗯 嗯 他们在花盆里种的 不打籽 那些那个叔叔说 应该是 然后咱在地里种的就打籽 你看 就这晚上之前 到时候把这个上面的叶子一弄掉 然后把这个洗一下 他们有的用甩干筒洗是吧 对对 甩干筒咔 甩完了之后晾干 捞好了 是不是 之前这玩意儿 要是你赶紧卖 卖了牛就这地儿又不值钱 我之前我就跟羊奶奶说过 我说你种什么红小豆 我种红小豆 嗯 种一片山芋头 多值钱呢 是不是啊 红小豆值几个钱 那你还要起呢 这个值多值钱 啊 真的啊 你说这么一片地 它那红小豆能值一千块钱 要是如果说是自己家 稍微再密一点 爱啥的一千块钱 嗯 你你种啥 你种啥经济作物 你能这么值钱呢 对对 最值钱的山芋头 对呀 这属于最值钱的呢 搞个挖 挖买上去 你不用挖 买上去 这些钱 有土 活了 嗯